介紹一個叫做梅花心形內外應議測法 梅花心形內外應議測法是我們中國古人獨創的一種議測法 他就認為未來的吉凶就先有兆 就看哪一個能夠速到先機 這個洞察先機是怎樣去通過任何的時間 任何的一些靜物動物來行洞察先機 還有這個靈驗非凡的梅花心形內外的議測法 大家可以參照我們那個課程的網址 好了 現在我開始介紹一下內外應 首先就是外應就是對議測外在感應的提示 這個提示的範圍就很廣了 包括自然界、天氣人物、動物、靜物和突發的事件等等 外應就是個人的外部的一個提示 例如高興或者心情不好等等的照應 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感應的一種法則 這個其實包含的內容是很多的 另外我就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前人的一些物存的經驗 就總結出來 首先它的起源 起源我們就可以說了 我們還沒說之前就說這個太極點 二測一個人或者所需要二測的事物有一個太極點 那太極點呢 它二測就根據那個時空環境所出現的人像 物像、動像等等的變化來行為二測 那來二測的時候就只要是一個定成敗、定吉凶的一個方法 那這種天人合一的理論運用起來 也可以說是大道、置簡的一個高級二測法 那我們就會不需要起盤、起局 也不需要熟悉周易、也不需要熟悉八卦 普通人都可以學會 沒有基礎、沒有任何天干地支的基礎的人都可以學會 就是從一個小白到專家 就經過我們的學習就可以達到的了 就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心中有卦、手中無卦 更高的一個儀測的境界 那外影的由來就是由梅花液素的創始人 邵康志先生入梅花液觀花的時候 就看見有兩隻麻雀仔在爭炒 在市頭上爭炒 就見到一個士資落地 那他就沾了筆之後 就說有一個隔壁的女孩來襲梅花 那個員工又不知道什麼問題 就趕了她下來 那女孩就從梅花雪跌落、就打傷了 那這個內影就是邵康志先生在梅花液素那本書裡面記錄下來的 那其實我們就談談八卦 八卦是我們中國一個古代利用仗義的一個符號 那這個指標就是由兩個鞏組成 一個陰鞏、一個陽鞏 每一個就代表一定的事物 那這裡我只是說兩樣東西 一個權代表天 也代表硬度 代表核心 坤代表地 也代表出 那也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能不能夠把那些錢 將它存起來 那其他一些呢 我們以後會在這個課程裡面跟大家介紹 那現在這個掛著就是 後天八卦的圖 那這些我們都在課程裡面會詳細介紹的 其實這個八卦符號就是包含著 就是觸覺、行為、想法、有形、無形 那其中呢 我們所講的這個 內外應的方法呢 有一個大、小 我們有一個符號 是做了一個特殊的符號 特殊的顏色 這個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所謂的形勢 所謂的形勢 形是代表著小 細是代表著大 那這個結合呢 這個結合呢 是非常之 是非常之有吸引力的 而且是一個核心內容 只要各位同學呢 掌握這個大、小的變化呢 就可以將這個內應呢 發揮到很高的境界了 那這個我們上課的時候會 我們上課的時候會 抽很多時間和大家講的 那基本的概念呢 就是大自然呢 都是我們的老師 陽光呢 其實就表示明朗 開癲等等 例如店鋪、開業、交易、人物關係等等 都可以用陽光來表示 其實陽光呢 又好又不好 如果你是暗中操作的事情 遇到陽光的話呢 這件事情呢 就是空笑的 同樣如果你是 我是想找女朋友 或者想找男朋友 遇到陽光的時候 這件事情呢 就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是結不了婚 只有開癲 沒有結束的 那其實呢 問恩怨之事 和一些比較隱藏之事 最好用熱光來代替 熱光呢 是表示著 恩怨 和俠等等 也表示了隱藏 或者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那其實大自然裡面 還有一個星光 星光是表示希望 但是如果投資呢 就不明朗了 是屬於典期投資了 那其實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天人地的合一呢 就是怎麼說呢 天氣熱呢 我們穿衣服呢 就會少些 那天氣冷的時候 當然就可能穿衣服 會穿得比較厚啦 那人呢 我們就會找一些 有需要幫忙的人 或者有需要去探的人 第二呢 其實就是指 找一個風水好的地方來居住 所以這些呢 都證明了 大自然就是我們的老師了 那其實呢 我們的例子呢 將會在我們的課程呢 會為大家舉例 剛才我已經舉了一個陽光 和一個熱光的例子了 那還有一個 蜜存法眼觀像法 那蜜存法眼觀像法呢 我們就是一個重點的內容 也就是歷代的鼻中之鼻 它分為兩大類的三要素 也就是將自然 以內應基本上的感應 和一個感知的力量呢 能夠迅速達到更高的境界 就好像這些火箭這樣 一下子就飛上雲天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說 如果掌握這種方法呢 就好像在逆海之中呢 坐著航空母艦在逆海之中去遊玩了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有一個大小物存外應法呢 這個是 我們剛才和大家說的就是 它那個核心內容 那這個是非常之簡單的 是利用最大或者最小的物體作推薦的 那就讓初學者呢 能夠不但快速地震入液紅的大半 而且還能夠更上數層樓了 那這個呢 其實呢 在所有的內應呢 都會很少說的 因為物權的形態的內應呢 很少人用動靜態來作內應的 那其實呢 我自己呢 就用得比較多 而且我又根據了很多傳人 很多一些 很多很有名望的傳人 得到的物權呢 也公開將這個 靜態內應傳授給大家的 這個方法是比較少人用的 那這個物權的動態內應呢 這個方法呢 就很多人用了 那它也至於不同的事情 作不同程度的推理了 那當然呢 還有一個三逆之比了 逆經的智慧呢 其實就是來自於不逆、變逆、簡逆 那什麼叫做不逆呢 就是永遠不變的 那什麼叫做變逆呢 它是越簡單越好的 就是 是越簡單越好的 而且呢 是會知道怎樣去用 而且是知道它怎樣 越簡單越好 我們就知道怎樣去用 還有呢 知道怎樣去做 那變逆之用呢 那變逆之用呢 就是變化的 是永遠在變化的 例如時間是在變化的 等等是在變化的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將 那三逆之幣的筆逆、變逆、簡逆呢 就可以運用到 內外認預測法裡面了 那內外認預測法呢 做一個叫做玄黃黑認過呢 它是將很多的案例啊 很多的生活案例啊 就將它集合在一點 是方便使用的 例如動物啊 太陽啊 天氣啊等等 啊 那就讓我們在生活上 工作上呢 人員都可以用的 那我其中呢 我又講了一個案例了 那有一個女孩呢 就新問婚姻對象的事情 那我看到她的手呢 戴著一個形狀奇特的 啊 一個戒指 那這個戒指呢 就有一些連續的東西 就是有一些鏈 將它包 將它連接起來的 啊 那我就可以電它 我說啊 原來你有很多個對象 已經跟你拍攝 那接著呢 我又看了它 拿了一個硬幣在那裡玩 那我就跟它說 你已經有一個對象 已經跟你黏著了 那 當問到它對象具體的情況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它 那個硬幣呢 就跌了到手邊 一個方形盒裡面 我就立刻可以奠定 這個對象有加塞 因為天然地方 天是屬於圓的 地是屬於方的 方形盒呢 代表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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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著加塞 那這個鏈子 就代表著什麼 多個對象 因為那個戒指呢 是鏈撞的戒指 因為那個戒指 代表著婚姻 啊 單純一圈呢 就代表著一個姻緣 那有幾圈肯定就是什麼 多個姻緣了 多個婚姻了 那這個手和硬幣的關係呢 代表著婚姻的關係 就是叫做愛不適守的意思了 那而且呢 它將那個硬幣 跟那個戒指的聯繫呢 就可以代表著對象 和加塞了 我們就是這樣呢 去掌握它內外認的一些 別的技法呢 就會 再加上提高的訓練呢 就可以成功 和可以獲得更多的經驗了 那其實呢 它測錢方面呢 其實就 那就是在年秋一個新字 的年秋呢 那就輔導人來學八字 那有些同學就說 那單憑日柱是不是可以測試呢 例如在任神 那它還沒有說完這句話 就剛剛好 一不小心就碰回了那個杯水 那杯水剛剛好 就灑進了任神兩個字裡面 那接著呢 就可以通過這個內映呢 就可以電視了 那電視的時候就說 後天你就會有錢 但是到了手呢 又要知七一部分 那那個學員呢 馬上就回答 那沒有可能的 因為發工資規定的日期呢 都還沒有來 我又沒有做生意 又沒有做買賣 又沒有做官 哪有錢來呢 那接著呢 我跟她說 我說了 你不用肯定和否定 到時候你把結果 告訴我聽就可以了 那過了三天 那學員呢 就這樣說 他說 我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呢 那指官部門呢 就跟我們說 他說已經派人去領那個錢擠 發那個房叉補貼了 那這個呢 就是意想不到的財路 那學員呢 既然說 這筆錢已經被我們測對了 但是日期不對 那接著呢 就會出現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當天下午呢 主管部門呢 又通知了 就說把這個錢拿回來 他說因為數額計錯了 調整了之後再發 那第三天呢 拿到手呢 第三天呢 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上午有個親戚呢 欠了她一年多的三百元 那天呢 突然間就還錢了 那他就心裡面呢 就很興奮了 因為不是說三百錢 不是三百元那些錢的問題 而是他驚奇到 意測得很準 那下午呢 又有個朋友呢 向他借兩百元 那本來呢 他就不想答應的 想挑戰一下那個 啊 意測的準確性 但是呢 他因為 有時候呢 就真的 看在情面上呢 又不想說得罪一個朋友 那就借了出去 那其實他的思路呢 是這樣推理的 那現在那個人 那麼一遍 那 qualc晚呢 用來宿那些人 那天呢 因為那天呢 是新日 第二天呢 是失日 那麼那這個 塞土黑水就為財,即逢黑者為財 第三天塞土沖淫土的財又會支出 這就利用了日處內應穿八字的一個解法 這也是在我們所教的內外應法裏,會為大家預備的 很歡迎大家就讀我們這個課程 大家讀完之後可能會很典的時間內 就得到一些密法的資料和一些教學 會得到它的核心內容 會典期內將自己的預測迅速提高 好了,講到這裡,多謝大家的聆聽